不是吧,不用稍付,給一晚訂金,然後不用月工,給雜費,就可以上車 一晚訂金,不用月工 我是Eva,歡迎大家點贊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我都不能希望你點贊和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进来延宵中心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位置 这个楼盘附近有什么配套 现在我们这个楼盘 这个楼盘叫做中林华府 它的位置是属于卫阳区 这个楼盘我们首先讲一下 如果我们在香港过来的话 首先看一下坐高铁的话 你可以在西九楼 接着你就坐到那个卫阳站就可以了 我们在西九楼坐到卫阳大概一个小时 卫阳到了之后 你再回到楼盘这里 大概4公里就可以到了 大概10分钟左右 除了这个高铁之外 大家还想着问 如果是我坐地铁怎么回来呢 这里附近有一个地铁线 你在福田、罗湖那边 你都可以转那个地铁线 你就坐到沙田站 接着到了沙田站之后 再回到楼盘这个位置 但是它就是6公里 就是那个时间 但是它就20分钟这样 那到了之后呢 就是有时你说我不想打地铁的话 因为这个楼盘附近 它是很方便的 楼下它就有公交车 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你都可以在沙田或者在 惠阳高铁站 你就可以坐公交车 它有直达楼盘的 除了这个交通之外 大家可能就会问 那我买东西有没有地方买呢 这个楼盘因为它本身 它是属于惠阳的一个老城区 那它附近这些 周边的配套 现在就已经很方便的了 虽然楼盘呢 它现在是新起的 那它楼下的那些商业 暂时需要时间 但是没有所谓 因为我们去那个一中心 就是淡水这边的地标 我们去一中心 就是两公里 就是你开车的话 或者你打个指甲 五分钟就到了 那除了去一中心之外 你再走远一点 那这里有一个天豪商场 那再走远一点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曼达 你去曼达 都是十几分钟的 这里 这个就是附近大的那些商业 就是平时我们买东西 那我们除了这些之外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楼盘 它现在在买的是哪一座 在买的多大 现在我们站的位置 就是在營銷中心这里 那这个小区呢 它总共是有五栋的 现在呢 它在买的是一栋和二栋 那楼下呢 它一楼和二楼规划的就是商业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楼盘的大门 现在就在买这两座 它是上个星期刚才开盘 那现在在买这种职呢 它就有87的 91和93 跟着还有110方 就是它的职呢 就是三房到四房这一种 那所以呢 那个甲正 我听过了 大家看到它这样摆的呢 你就知道 这个楼盘呢 它那种设计呢 它就是反式的 就是大家全部都是在一条线 它可以保证 你每一套房 你那个阳台 全部都是超南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超南的那个楼盘 住得非常之舒适的嘛 那事不宜迟 即时带大家去 示范单位 了解那些户型先 OK 我们现在就上来示范单位 那么呢 这个小区呢 它是 那些楼洞呢 它是两梯五火的 那它这里呢 有一个特色就是 就是 无论你买哪个职都好 因为它全部都是板式结构的 什么叫做板式呢 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 所有的那些职呢 它全部在一条 那些水平线上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 每一间 那个阳台的潮向 全部都是超南的 那现在首先要带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 九十三的 那首先进来的话呢 由手边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做一个鞋柜 那这里是精装修 不过这个鞋柜呢 到时就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 到时自己去做 这个是给你餐厚 跟着再左手边呢 就是厨房 厨房呢 就有些似一个妖言的 那些三件套啊 厨柜啊 升盘啊 这些东西是有的 那里呢 它就留了那个厨柜位 那厨房就一般般啦 对于它这个职来说 都不算多大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餐厅 餐厅 你就可以放一个 再小一点的 我觉得那个尺寸 可能你的 活动空间会更加大一点 那这些是到时自己配的 因为它带装修 那家资就跟着自己的喜好配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客厅 客厅就正常化了 坐在那儿看电视 这样望过去 那最紧要呢 是它这个阳台 我是觉得比较舒适的 因为它这个阳台呢 它是这样 一路通过去两间房 后面有两房 它那个客厅 和后面的两间房 都在一起 所以这个九十四 在这个小区来说 最长的阳台 就是这种绩 就是九十四这个 它去到差不多有百米那么长的 这个阳台是最舒适的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看这些房 首先这边就洗手间的位置 那么它这个洗手间 对于九十几来说 它这样设计呢 都是算干湿分离 那个洗澡房的位置 是比较长的嘛 这边是怎样活动 就是多大的 那些人基本上都可以自由这种活动 然后这边洗面 然后我们再看这间房 这间房 这间房 你可以做那个尺寸 它应该是定在那些 类似的 但是它那个窗 就是绿地窗 因为它是一路通过去 那对时就 大家自己设计 接着这边就是第二间房 这间房 就会比刚才那间再大一点 那它那个窗 都是属于那些大窗 因为这个小区 它是刚刚才新推出来的 它是上个星期才刚刚开盘 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 它都在那装 那再看这个第三间房 那这间房就 又比刚才对面那间又大一点 它同样都是一个大的落地窗 可以通过去到阳台那裡 那整体来讲呢 这个格式 那它各方面 因为它九十四 要整整到三个房 几个房的空间 都算一般般 我觉得 那是一个洗手间 那它这个积极呢 最大的卖点就是阳台那裡 其它几个位置 我觉得唯一是少少不足的 就是空间一般的 不过呢 看看下一个 我再跟大家讲那个价钱 那现在进来呢 这个第二个示范单位 就是一百一十方的 三房两厅 这个就有两个洗手间了 那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厨房 厨房就比 刚才有差不多大 那样目测应该是大一半吧 那这些厨柜 几件套星盘 这些都是有的 那再进来呢 这个厅呢 它就那些黄厅的设计 但是长度呢 它就有六米五的 因为黄厅那样的设计 有些就比较舒适了 因为你的厅 一走下来 就觉得会比较大气些 我们再看几间房 首先这个是第一间房 它这个房呢 它就用了飘窗的位置 因为飘窗那边有一半呢 大概有六至七十公分 它是继续的 所以它床放过去呢 你中间这个位置 空位就比较大 那对时大家都好像 可以参考它这种格式 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用一点 跟着呢 就是下来这个公共洗手间 里面那个位置空间 都算OK啦 那这个呢 就是第二间房 它那个飘窗位 就会比较长一点 跟着它 这个床应该是米五的 是吧 是差不多了 米五 跟着它整到三边的床 跟着这边呢 还可以放个衣柜 好 那我们再看最里面的 这间主人房 这个米八差不多 这个主人房呢 它里面呢 那个洗手间 就 中间过去的那个位置呢 就不可以整个衣帽间 跟着呢 那个洗手间 空间都算 正常化咯 好 够用 跟着呢 它这个床都是三边的床 跟着一个大窗 这边呢 那边呢 就那边里面有个衣帽间 那看这边呢 如果是看电视的话 这个位置 要不要放电视柜 或者松松桌 那些 那看个人喜欢了 OK 看完了示范单位之后呢 到了大家最关心的 这个价钱 这个环节了 那刚才看那个九十多的呢 就计了一个五楼 给大家参考 那原价呢 就是一百三十万 七千八百五十八元的 那现在呢 到时这个 那个合同价钱呢 大概就 接了之后 那个合同价钱 就是一百一十五万的 那如果是正常首期 就二十三万 零九百一十五 就二十三万了 首期 如果三十年月工的话 就四千二百三十五元 但是 现在就是 这个留本呢 他现在就做这个 低首期 不是叫做低首期 应该是叫做零首期吧 因为呢 他现在在现场这边 他就有一个互动 你那个首期两成 不用付 跟着呢 那个月工 不是四千二百三十五元的 三十年 是不是 你暂时都不用付 因为你由现在开始 一直一直到你交房那个时间 因为他交房那个合同的时间 是写二五零的六月份 那刚才那个现场的妹妹仔呢 他跟我说 他说有可能会提前到 明年的年底会交楼 那无论他年底也好 或者二五年也好 你什么时候收房 那个月工 他就帮你交到什么时候 因为他会 等于是他帮你交的了 你又不用理他了 等于你就交一万元那个订金 跟着交一个维修基金 跟着交一个办证费 九十元 那个契税呢 你就到时放了款之后 就去交 就交这几笔钱就可以了 其他的那些 首期多少钱 月工多少钱 你现在暂时都不需要理 就这样你就可以上车的了 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 他都问我 他说依法 你就帮我玩过 我给了几千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供楼的了 什么都不用理的了 那些便宜的 手负低低的 好像那些一两万元 或者不超过五万元 这些楼盘 那这个就是了 所以这个楼盘 他又下一个全新的楼盘 就是上个星期才刚开款 所以我刚刚那个同事 他通知我 这里出了一个新楼盘 而且那个价钱 在说一下这个 接后那个担价总价 就是这个95的 他减了你这些 首期也好 月工也好 你减了这笔数 就等于最终 你买回来的价钱 就是853,770元 就是5到86万 如果是借个单价 就是9350元 那你就记住 你那个成交总价 就是9350元 接着带这种装修 就可以了 接着你就记住 你那个月工 一个月4千元 那除了这个 现在还有一个 你说这么便宜 不如我买大一点 就是现在我家的这个 那这个大的 就是计了一个八楼的 原价就是151万5千元 正常首期是30万5千的 那他36个月工就是 5600元 同样 都是这样一样的交钱方式 你交一万订金 接着呢 交个维修基金 接着交个半镇 那个90元 其他的那些 你就暂时不用给了 正常这样供楼就行了 那算了 这些之后呢 你最终那个成交 那个价钱呢 就相当于是112万 那单价呢 就102万 等于是1万元 所以 那所以呢 大家 如果是想着 哎 这个是对我的 那快可以 加我WhatsApp 那 看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小区 大家觉得怎么样 因为刚才在楼下都说了 坐车的话 我们去那个高铁站 是最近的 大概就4公里 十几分钟 接着去沙田 又可以沙田 大概就6公里左右 你就20多分钟 那还有一个呢 吃东西买东西 最近就是 惠阳 这里有个地表 是一中心 这里过去 就5分钟就可以了 接着还有去到天雄 都是几分钟 你再远点去曼达 都是十几分钟 所以这个楼盘 它迷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地段 和它现在这个时候的价钱 和它现在付款方式 和上车方式 所以这个呢 就看一下哪些人手快 那手快就有手慢 对不对 接着还有什么 再随时加我WhatsApp 或者打我电话 今期就到这里 拜拜